新北市議員參選人張志豪 與民進黨幾位新生代議員參選人 組成了新創政治連線 大家一起上課 而上的並不是選民服務 而是參加指風車基金會執行長 李永峰的特訓 共同加強政治肢體語言 第一步就是體能訓練 因為他分階段課程 首先他先把你的肢體跟表情 先藉由一些比較運動式的方式 讓你可以展開 再進而就是讓你訓練 你怎麼樣可以恰如其分的可以握手 課程中的肢體語言指導 從與民眾打招呼到參加公祭的禮儀都有 張志豪說可能是過去有經驗 感覺並不困難 但是實際上起課來 每個步驟都是重點 攻擊過程中走路的速度 鞠躬該如何做 甚至眼神的角度握手的力道 都是在學習中要不斷的調整 而為了贏在起跑點 參選人可說是無不下功夫來累積實力 中佳新聞綜合報導 有一個人在學校的歷史上